準備好了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瑪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舒培 PlayStation Fita 終於在台灣正式開賣了 而且他們現場還找來了活動代言人楊澄黎 來當PlayStation Fita的一日店長 現在我們到活動現場來去看看當日的盛況吧 雖然冬至過後氣溫急速下降 不過玩家們還是不畏風寒地參加Sony新掌機 PlayStation Fita的台灣手賣會 而且排第一位的玩家在12月22號就到現場等候 可以大概講一下說你大概是什麼時候過來排隊的嗎 我是星期四的早上9點就過來排隊了 可見對PlayStation Fita的熱愛 他還說這是聖誕節送自己的最好的禮物 而後索尼電腦娛樂亞洲區總裁安田哲彥先生 與PlayStation Fita一日店長楊澄黎主持首賣儀式 並且宣布三具Wi-Fi版本就會在明年2月17日發售 並且與中華電信獨家合作 結束舞台活動後就是辛苦排隊的玩家們最期待的時刻囉 大家進入台北101的Sony Store直銀店 親手從安田先生以及楊澄黎手中拿到首賣的PSV 預約的300台短時間內全數搶購一空 可見PlayStation Fita的不凡魅力 而之後Sony也將在PlayStation Fita上 免費推出Facebook、Skype等應用程式免費下載 連接社群網路的功能 並且創造廣泛的娛樂世界 與朋友遇見、連線、分享、發現和遊玩 所有有趣的事情喔 蒙莉春節即將到來 許多遊戲廠商也瞄準這段假期 紛紛推出許多新的作品要產工這個市場 而戰鼓也取得Blue Tears的代理權 準備在明年給玩家們一個最奇幻的冒險世界喔 戰鼓宣布與韓國開發商 Next Play簽約 取得可愛風格3D橫向卷軸線上遊戲 Blue Tears 海港澳營運權 預定2012年正式在彈上線 Blue Tears 遊戲場景設定於 克羅斯島大陸的11個地區 玩家可以在這個奇幻世界中 展開冒險 接受不同的任務與挑戰 透過全新的3D引擎技術 不但令畫面解析度與精緻度 大幅超越時下同類型產品 同時也打造出可愛角色 更細膩的動態與表情 遊戲中有海港、島嶼、沙漠、古墓、森林 等等豐富多變的野外場景 更有多樣化的冒險地城 提供玩家刺激的挑戰喔 日本經典的RPG之一的女神藝文露 不僅在今年秋季的時候 推出了電視動畫作品 而且還將最新作品 移植到PlayStation Vita上面喔 可見廠商非常懂得 抓住玩家們的胃口喔 由Atlas所製作 在2008年與PS2上 所推出的角色扮演遊戲 女神藝文露4 將要增加新要素 移植到PlayStation Vita上了 除了將追加新劇情事件之外 也會有新角色 真理登場 與主角們有更豐富的互動 另外遊戲對應PlayStation Vita 同性機能 提供了更多元的遊戲玩法 而女神藝文露4黃金版 預定將在2012年純季發售 發售超過15年的 《時空幻境》系列 角色算一算 現在應該有上百的吧 若是所有的作品的主角 全部聚集在一堂的話 一定會相當有趣喔 而這款的《時空幻境英雄傳奇》 就是要讓玩家們 實現這個願望喔 自1995年發售以來 一直擁有廣大忠實玩家的 《時空幻境》系列 至今也推出超過了15年 出場過的角色更是多得數不清 而萬代南夢宮 也為了讓這些角色們 可以來個大團聚 所以推出了全新作品 《時空幻境英雄傳奇》 從系列第一作的《時空幻境》 到今年發售的《無盡傳奇》 都完整收錄 玩家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的主角群們 挑選出自己喜愛的角色 來進行冒險 在無數敵人包圍之中 使出華麗的戰鬥技巧 展開充滿熱力的戰鬥 《時空幻境英雄傳奇》 預定將在2012年2月23日發售 玩家們會不會覺得 最近遊戲實在太容易破關了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來玩玩看3DS上的《聖火降魔路》 它可是高難度著稱的喔 所以想來挑戰的話趕快來吧 以極高的遊戲難易度 所稱著的戰略角色扮演遊戲系列 《聖火降魔路》 即將要在任天堂的3DS上 推出新作品了 《聖火降魔路》系列是《家賀招3》 受當時日本流行的奇幻小說影響 以及日本的將其遊戲啟發 所設計的以歐洲中世紀 為背景的電子遊戲 遊戲中的主角主要是騎士和魔法師 而各款遊戲的主題也都是 正義 戰勝邪惡 而本作也將可以使用3DS的通信機能 可以讓好友一起參戰 達到兩人合作的功能 或是對自己實力有相當自信的玩家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戰鬥策略 將排山倒海湧來的敵人 個個自破喔